你好 欢迎收看2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吉安湘智利打造共荣公园还有亲子游戏场域 获得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了595万元 代表会通过自筹款有105万 总金费是700万元 后续要进行永安村的荣安公园 庆丰村的公武公园儿童游戏场环境设施来改善 日前也特别召开了设计说明会 包括了湘民代表 村长 居民都出席表达意见 期盼可以满足老幼亲子的共荣需求 吉安湘人口成长及都市化快速 但公共空间稀少 以及儿童游戏场设施受法原规范 必须拆除早期不符合标准的老旧游戏场 巷内孩童可游戏空间不足 因此湘公所盘点公园游戏设施着手改善 湘公所提计划案 获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595万元 代表会通过自筹款105万元 总金费700万元 日前召开设计说明会 将对永安村荣安公园 庆丰村公武公园儿童游戏场 环境设施先行施作 112年11月开始 收到了所有各个公园以及游乐设施规范 我们拆除了荣安公园的游乐设施 争取到350万中央的补助 来建构荣安公园 公园及社区化 社区及公园化的一个儿童乐园的设施 执行的要项 今天开启了地方的说明会 希望我们的乡亲带来更多事件以及在使用上 以及在整个生活空间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意见 希望我们共构最好的建设就在极安 也就在社区的公园里 所以我们希望乡亲的意见就是乡公所未来执行的目标 我们一定会课证做好每一个圆满实证的建设在极安 荣安公园炒旗坊中建纪念堂的围墙建构 但围墙过高 罩名设施不足 步道地砖破损 暗藏治安隐忧 目前乡公所已拆除围墙 改装列离植灾 增设景观矮登及休憩座椅等 包含江明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 村长和社区居民等热烈讨论 乡公所将安排线刊 汇整意见 带规划公司修正 预计3月底4月初另行召开细部设计说明会 即盼凝聚共事 建构社区亲子共融休憩环境圆满到位 记者蒋邦彦 杰恩相报导